上集回顾,小结巴逛糖果店,身受重伤,浩南四处筹击手术费 浩南见到潮皮后,斥责他自作聪明,眼中没有自己这个大哥 连累小结巴,身受重伤,无钱治疗 潮皮连忙拿出抢劫的糖果,让浩南拿去救人 此时正好,楼下大批店员到来,潮皮头脑简单,过分青红皂白 经一口咬定,是浩南为了花红,带人来抓自己 浩南白口摸辩,被潮皮暴打,无奈反击下,却更加深了对方的误会 眼见店员们即将破门而入,两人分别跳窗而逃 浩南嘱咐小弟们最近要老实做人,自己则是找到了专门嚣张的阿世 准备把糖果出手,就这小结巴 对方看出浩南急用钱,故意压架,浩南一怒之下离开 出门就遇见了早已埋伏多时的山口组杀手 包皮听见糖响,早已吓得尿了裤子 对方仗着手中用糖,尽情的戏傻浩南 浩南强忍虚辱,看来今天已经是在劫难逃 正当闭幕待死时,一声糖响 山口组二郎应声到地,当场毕命 一名白色长发男子,关键时刻救下浩南 此人正是刚刚摆脱原青男追杀的全港唯一双花红棍,丽花证人 丽花经过此地,看到山口组二郎准备行凶 在日本时就认识此人,当即出手 浩南丽花二人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山口组 言语很是投机 丽花知道浩南的窘境后,更是仗义出手 原价收购了浩南的糖果,解决了他的人眉之急 原青男野心勃勃,对年底山口组组长的竞选势在必得 准备尽快解决立花证人,搞定香港橘子粉市场 到时写两件大功回到日本,会长的位置舍我其谁 二郎一死,看着逃回来的北炸三 原青男胜动下,对其执行了加法 心中对于丽花浩南的恨意更深